在B-Boy舞蹈比赛中于2023年10月举行对比评价大约有两个舞蹈队正在继续 大赛主办方正在做一个简短的采访和两个舞蹈队 随着大赛主持人进行采访,观众很高兴并且很享受这个舞蹈比赛节 大赛主办方诙谐的采访与舞蹈队成员让所有的观众都很开心 实际上,竞争很激烈两个舞蹈队之间因为只有获胜的球队晋级下一场比赛 然而,即使在竞争激烈的氛围中参赛舞蹈队正在享受节日竞赛 在本次比赛中韩国B-Boy舞蹈队正在成长和发展 实际上,韩国很多青少年有很多兴趣和感情关于B-Boy舞蹈 所以他们一直在做大量练习关于B-Boy舞蹈,从小就一直坚持 因此,韩国音乐艺人有过很多机会尝试他们的各种舞曲 所以,韩国音乐艺人正在创造独特的韩国舞蹈文化与其他国家不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创造独特的韩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创造独特的韩国 首尔红大街是年轻人最聚集的热点地方 这里有年轻人喜欢的各种娱乐设施和参数非常 与商业设施发达的江南地区或鱼岛地区不同 南大街的特点是主要由娱乐设施组成 特别是展现出韩国特有的各种特征 适合年轻人的设施都集中在这里 因为它能快速反映年轻人喜欢的潮流 您可以轻松掌握首尔的最新潮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创造独特的韩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创造独特的韩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创造独特的韩国 i know you i know you